架上陈列一瓶瓶的桃子酒 不但解决了水蜜桃滞销的问题 也传承了部落酿酒的功法 更是部落迈向农业转型的第一步 桃酒吧团队八年前与桃源三光部落合作 结合数位应用科技与部落生产的水蜜桃 造就了三光五月桃合作社的诞生 水蜜桃脆弱的特性使得种植与采收的过程有许多不易 而桃酒吧透过酿酒与品牌行销的方式 希望部落能共穿共生 培养自我行销与推广的技能 那其实做水蜜桃酒的生产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就是它其实协助部落往友善跟做推广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水蜜桃如果没有被卖出去的话 那部落其实因为人手不足 它有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卖的东西的话 就是想说放在那边它会自然的做成堆肥 但是这个堆肥的效果其实在现在的天气来讲 它会遭致果蝇 那有果蝇的话部落又不得不去喷洒这个农药 所以当你把这个西肤品把它收购 然后做成再制品的时候 它除了是让部落有一个额外的收入 那同时也协助部落去减少很多虫害 然后让它的种植可以朝更友善的方式前进 部落的农民们从一开始对团队抱持疑虑 到后来产生共识 一路下来克服了许多难题 也因为农民的年纪普遍属于高龄 当他们渐渐学习到通路上的概念 甚至能够自主洽谈 对于团队来说已是非常大的进步与鼓舞 那如果能够在部落 我们希望是能够成立他们自己的酿酒厂 一部分是这样可以减少部落的成本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可以让部落开始学习 就是合法的产业的一个建制 让他们未来可以自立自强 然后也可以这样部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